很多歌手其實他們都會一齊很羨慕我身邊這位Gigi元明熙 因為你即將會做Sam 許冠傑的演唱會嘉賓 哇 謝謝你 實在太神奇了 其實我自己都非常榮幸 我記得我有問過Sam哥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會邀請我做嘉賓 其實他上一次演唱會的時候 他已經邀請過每一次 但是那時候很不肯定 因為我自己有考試 所以我想專心地應付考試 沒有去到他的演唱會 這次都很開心他再給我一次機會 還有他會邀請我做嘉賓 原來他聽了我之前翻唱的《狼子深城》 想不到就這麼幸運地可以讓原唱原作聽到 所以就非常榮幸也很開心 這次可以做嘉賓和其實我都有點緊張 我覺得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你上次沒有荒廢學業 反而你上次推了他 他就覺得這個小女孩很勤力讀書 好像她當年首歌《學生歌》那樣 所以就欣賞你了 現在是你的始終是你有機會再唱 謝謝 會不會要賣關子 還是可以透露一點點 究竟在演唱會 阿Sam的演唱會上 你跟他有什麼 我們意想不到的演出 當然會唱他的歌曲 他其實也有很多很經典 很… 那些叫什麼呢 配色人口 大家都會唱的歌 沒錯 而且也很貼合那個年代的感覺 雖然我不是出生在那個年代 但是因為我的家人很喜歡聲音樂 還有我同學也很喜歡聲音樂 你的同學也跟你同年幾 對 對 不過他大我一歲 他是我其中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經常都會… 還有他可能也比較喜歡聽一些很經典的歌曲 那我考一下你了 其實呢 我都覺得 就算你說你同學認識他的歌 一點都不奇怪 其實我覺得許冠傑的歌 真的影響著一代有一代的人 就算現在好像你那樣的年紀 小朋友 或者年輕人 其實都很認識他的歌 我想看看Gigi心目中 你心目中最喜歡Sam哥的三首歌 是哪一首呢 其實由於我個人是沒有最喜歡 但是我有很多很喜歡的 所以如果你說我其中三首 其實排名不分先後 也不是我想到這三首歌 我就最喜歡這三首歌 首先第一首是 你唱幾句讓我們猜一下 哎呀大佬知道 聽我們唱 它是哪一首歌 如果是不能再唱 它是有什麼歌 只是哪一首歌 是哪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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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這首是我其中一首很喜歡的 另外一首就是 不是,我應該要再高一點 就是兩首字的印象 因為這首歌其實前奏已經令我很無患 而且整件事很優美的感覺 而且真的很貼合他的歌名、印象 其實我也很喜歡這種這麼淒美、這麼優美的旋律 所以印象都是我其中一首很喜歡 亦都在我歌單裡面的一首歌 還有這首歌有機會來看回當年Sam的電影叫《摩登保鑣》 是一套搞笑的戲 但是這首印象就是裡面的插曲 沒錯 當年這些這麼搞笑的戲 有一些這麼漂亮、這麼浪漫、這麼淒美的歌 真的很厲害 沒錯 好,第三首呢 前面這首歌就比較活潑一點 也都真的很貼地 因為為什麼說貼地呢 其實我家人有時候會跟我說 以前香港那個年代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跟他們口中所說出來的 這首歌是很適合那時候 《本金八娘》 沒錯 我以為你會唱我們這群打工仔 都有 他都很喜歡《本金八娘》 他是比較喜歡Sam的那種 比較節奏強一點的歌 好像學生歌 然後也是《本金八娘》 這一種 或者是心裡日記 主持就結合了 你也是學生歌、讀大學 但你已經是一個歌手在打工了 所以兩首歌加起來都是你的心聲 也是的 嘩,過了關了 完全在演唱會上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演繹Sam的經典 一定可以很到辱 把你的感受都放進去 謝謝你 希望 祝你為賢 好,多謝你